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我家垃圾桶通古代》 作者 谭剑听传 演播 西瓜的园 小颜 后期 胆小鬼 第105集 哦 那你随意啊 韩诺没有经历过孕妇的生涯 无法理解长淼的痛苦 随意地撇撇嘴 哎 我说你写女主文怎么样啊 长淼想起之前一茬 继续问道 我的男主文哪里不好了 很多男读者都看好不好啊 也就是你 成天想着风花雪月言情的 长淼哼了一声 我就是小女人啊 怎样了 你就说你写不写吧 好好好 我写 韩诺求饶 不过 我没有思路啊 不知道写什么 长淼无语 眼线瞅到电视上正在播放的古装剧 眼睛一亮的 哎 写花仙古同人吧 就以清水为主角 你喜欢清水 韩诺见长淼点头 忍不住道 他有什么好啊 我反而觉得倪漫天更好一些啊 倪漫天也不错啊 长淼道 不过 我更想看清水的同人文 网上以倪漫天为主角的同人文不少 但以清水为主角的 几乎没有 因为倪漫天挺招人同情的 韩诺吐槽 其实 这孩子只不过心高其傲 嫉妒花仙古罢了 前面做的事情虽然有错 却也只是小打小闹 那集得上花仙古啊 闯获的文领 放出妖神 自己更是化身妖神 给修仙界带来多大的灾难啊 何况 倪漫天之多也只杀了一个唐宝 花仙古杀的人可就多了 连陆十一都是他亲手杀的 为什么所有人都认为倪漫天是坏的 花仙古就是好的 就因为他是主角 长淼很是赞同 以前看小说的时候挺喜欢花仙古的 对倪漫天有点讨厌 但是电视剧一拍出来 我的印象完全翻了个个 电视剧里面的花仙古看起来好假 反而倪漫天还找人喜欢一些 韩诺同样赞成长淼的观点 电视剧我看了几集就不想看了 亏我妈还看得津津有味的 每天播放五六集 声音直往我耳朵里面灌 我想不听都不行 结果一部剧的剧情全被我听完了 可怜我的耳朵受苦了 两个人声讨了一会儿电视剧 沈春阳便带着熬好的鸡汤来照顾长淼了 韩诺起身告辞离开 回到家后打开电脑连接网络 果不其然收到了雪来的信息 询问他下一部写什么 一诺千金 下一部写花仙古同人文 以清水为主角的 雪菜 清水 很冷的设定啊 而且喜欢清水的人不是很多 不过既然是大的你动手来写 肯定会很精彩 期待你的新作用 玫瑰花 中午 李家大哥多时在军营中解决午餐 韩诺便没有回去 简单地吃了一个面包后 开始构思新的小说大纲 小说名字就叫做 《花千古之一衣带水》 现代女孩子穿越成周国的郡主清水 在被送上长流先生的那一天 清水终于知道自己是穿越到小说中的 成为一个比较悲剧的女配角 清水的悲剧来源于孟玄朗 虽然电视剧中 孟玄朗最终找到清水 将其接回蜀国 但孟玄朗是真的爱清水吗 还是对清水的愧疚 以及感动 才接受清水的呢 而是电视剧的最后 清水可是傻了呢 女孩子同情清水 觉得清水爱得太累了 她不想步上 原剧中清水的命运 决定打破命运 坚决不与孟玄朗在一起 清水来到长流先生 就给自己定下了目标 修仙 要成为五大上仙一样的仙人 活个千年万载 摆脱凡尘俗世 成为真正的修者 面对剧情人物 她冷言以对 既不跟花千古交好 也不跟泥漫天交恶 对人总是清清淡淡 反而因此人缘颇好 后来更被儒尊 生香末 收为徒弟 孟玄朗被抢了皇位 决定复国的时候 白子化如原剧中一样 找上清水让其帮忙 而为了让周王出兵 清水默认了 他们假传周王旨意 说孟玄朗是周国驸马 周国帮助其复位一事 反正他就没有想过家人 就算担了个孟玄朗 未婚妻的名头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剧情进行到后面的时候 孟玄朗被花千古彻底拒绝 并且从大家宁口中知道 清水为了帮他复国 而毁掉明节的事情 感动无比 跑去长留仙身找清水 他以为清水喜欢自己 对清水说要娶他 清水呵呵一笑拒绝了 问道 你孟玄朗有什么地方 配得上我呢 心里有别的女人男人 我不要 故事的结局 是清水继白子化后 成为长留仙山的 另一个上仙 接受长留掌门之位 入主绝情殿 掌门大典的时候 孟玄朗看着站在上方 飘飘欲仙的清水 只觉得心中空了一大块 后来他才了解到 原来清水才是与他有着三世情缘的女子 而花千古是异类 打乱了他们的命数 更打断了他与清水的三世情缘 可惜 他现在想要重新接续三世情缘 却已经晚了 清水不但斩断了这一世的情缘 甚至连他们下一世的情缘也斩断了 孟玄朗后悔了 可是后悔又有什么用呢 是他先背弃三世情缘的 清水守护长留 与天下众生千年 其后将这一重担 交给了接任者 飞升天界 称为一弹天下传 韩诺将大纲从前往后捋了一遍 没有找出特别大的bug后 保存下来 带着电脑回到了大洲 夫人 下人看到韩诺 从李家大哥的房间走出来 赶紧行礼 对于韩诺的神出鬼没 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 甚至暗中将韩诺当成了神仙 否则 为什么会拿出那么多 新奇精美不同一般的东西呢 至于 为什么不是妖精鬼怪而是神仙 因为京城乃至整个大洲 都受到神仙庇佑啊 远的不说 之前的神迹 可是在京城 显露了两次呢 若自家夫人真的是妖精鬼怪 又怎么能在 受神灵庇佑的京城生活呢 韩诺笑着对下人点点头 态度亲切 饭菜和洗澡水准备好了吗 将军应该要回来了 下人禀报 已经准备好了 说曹操曹操到 李家大哥进了大门 看到韩诺严肃的面孔上 露出了笑容 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 韩诺走过去 与李家大哥手牵手 今天去看了常苗和他儿子 其后就在写新闻大纲 没有其他事情 自然早点回来了 又要开新闻了吗 嗯 长苗要求的 算是奖励他生下宝宝 写一篇他指定的小说 沈传阳的儿子怎么样 很好很健康 韩诺道 我拍了照片 等会儿给你看 好 接下来就是舒适吃晚饭 打发了下人回到房间 过二人世界 韩诺拿出自己的手机 点开小宝宝的照片 给李家大哥看 上面还有一张 是沈垂阳抱着儿子的照片 脸上布满笑容 浑身洋溢着 傻爸爸的欢乐 李家大哥看得欣慰不已 感叹 唉 我们以前在军队的时候 常常聊起日后的生活 沈垂阳就说老婆儿子 热炕头足矣 现在她的愿望 可是全部实现了 那你呢 你的愿望实现了吗 我的可是早就实现了 韩诺脸上笑眯眯的 但没有将肚子里面 有了两个小蝌蚪的事情 告诉李家大哥 等到周乐和易叔他们来了 我们就举行婚礼 唉 可惜啊 不能让我爸妈来参加婚礼 等我能屈现代了 我们再举行一次 让你爸妈做主位 我给他们磕头 磕什么头啊 你真要磕头了 我爸妈可不得被你吓死啊 韩诺笑 现在那场婚礼要举行西式的 我想穿婚纱 好 李家大哥好脾气地低应道 韩诺打开电脑 将自己写的大纲点击出来 让李家大哥看 唉 把大纲记好啊 说不定我们什么时候 就穿越到花千古的世界去了 李家大哥嗡了一声 坐到电脑前看起来 花千古 这个名字有些熟悉啊 韩诺坐到他身旁 哦 一部马力苏的女主小说 后来拍张电视剧了 你觉得熟悉 是我曾经跟你吐槽过里面的角色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家垃圾桶通古代 李家大哥想了想 确实如此 我没有看过原剧 光看你的大纲 有些地方看不明白 韩诺单手往下一滑了 没关系啊 我把原小说和电视剧 打包过来了 一会儿你下载到你的手机上 有时间就看 用电脑看不就可以了吗 何必多此一举啊 韩诺呵呵一声 因为我不想再看第二遍 花千古的电视剧了 连声音都不想听到 难得你竟然如此不喜欢一部电视剧 为什么还要写它 还不是长秒要求的 你以为我想啊 那里面的角色 除了一个所谓的恶毒女配 我一个都不喜欢 女主就不说了 玛丽苏的太过了 男主表面大公无私 实际上私心最重 一心偏袒女主 说实在话 如果他不是一位偏袒女主 听他师兄的话 早点解决女主 也不会发生后面那么多的事情 配角里面的清水 长秒喜欢我却不喜欢 唐宝虫子的时候还算可爱 变成人以后一点都不可爱 洛十一竟然喜欢一只虫子 口味真重 卢尊在小说中还算不错 本来挺喜欢这个人的 但电视里面变成了白子化的硬生虫 实在让人喜欢不起来 还有一个说风 说是喜欢倪漫天 结果行为全是偏袒花千古 让人看不出来他喜欢的是倪漫天 还以为他喜欢花千古呢 否则怎么最后为了花千古而死啊 韩诺心里面积累了太多的不满意要吐槽 这一吐就收不住口了 听得李家大哥额头跳了跳 都不想再看电视剧和原文了 我就不看电视剧了 反正有你在 出问题有你帮我解决 韩诺瞪了李家大哥一眼 没有强制要求李家大哥看电视剧 李家大哥迅速地看了一遍大纲 问道 没有男主 韩诺恩道 不确定我们是否还是穿成配角和龙套的情况下 我不想再给主角安排CP了 李家大哥点点头 若你没有穿越为主角而是配角 你会破坏剧情吗 韩诺蒙里点头 绝对会 即便会破坏我的小说情节 常留那些人我实在喜欢不起来 还是学清水远离那些人的好 韩诺说到做到 因为这次她穿越成了花千古中的最大反派倪曼天 所有人都痛恨地恶毒女配 知道自己的身份后 还是小婴儿的韩诺对着上天竖起了短短胖胖的钟指 韩诺此次穿越是胎传 还在苏蕊肚子里面的时候 韩诺就穿越来了 有小说写 胎儿在母亲肚子里面的时候是最佳的修炼时期 体内一口先天真气能够帮人完美的筑基 韩诺不知道此种说法对不对 反正带在肚子里面无聊 便按照长生觉和在纯元大陆的基础修真心法修炼起来 事实证明 胎儿时期是最好的修炼时期的说法是正确的 此时胎儿的体内不但有先天之气 而且所有经脉通顺 省去了灵气打通经脉这一节 花千古的世界灵气充沛 比起纯元大陆的灵气多了两三倍 韩诺畅快地吸收灵气修炼 使得其刚刚出生就有了助基期的行为 不过两个世界的修为体系不一样 倪千丈和苏蕊看不出韩诺的修为 只以为自己的女儿天生仙古仙深 非常的得意开心 不过两人害怕韩诺的不凡 引起其他人的记恨 为韩诺带来危险 隐瞒了她的天生仙古 倪千丈和苏蕊是非常疼爱女儿的父母 只要女儿要求的 他们无不帮女儿搬到 才使得原剧中的倪漫天 养成了刁蛮任性的性格 不过如今韩诺成了倪漫天 自然不会刁蛮任性了 韩诺元华 对彭莱的普通弟子也平等对待 让她赢得了彭莱所有人的喜欢 韩诺唯一与倪漫天相同的就是骄傲 一样的骄傲 傲在骨子里面的骄傲 身为彭莱掌门的爱女 出身高贵 资质出众 有骄傲的资本 为什么不骄傲呢 韩诺五岁的时候 倪千丈和苏蕊 开始教韩诺彭莱仙法 韩诺学得很快 让倪千丈和苏蕊更加开心 教得更加认真 使得韩诺在十五岁的时候 就学完了所有的彭莱仙法 实力超越倪千丈和苏蕊 表现得只比武上大仙差一点 而实际上 韩诺的实力和修为 早已经超越了五大上仙 他出生及住基 六岁结单 如今十五岁已经是援英高手了 这个世界灵气充沛是最大的原因 韩诺发现 这个世界的五大上仙 实际上相当于圆英气的高手 而非生仙孽的仙人和所谓的妖神 应该是化神气的修为 也就是说 自己要不被花枪谷打败 必须要努力提升到化神气不可 唉 道路足且长 不如自挂东南枝啊 这个世界中 李家大哥穿越成妖神 被关在封印中数十年 终于借助花枪谷 替白子化驱毒一事的封印 放心从封印中出 与韩诺见面 你果然穿越成南弦乐了 不枉我将浮沉珠给花枪谷 让他能够早点放出你 韩诺搂着李家大哥 心安定了下来 十多年的寻找不得 让他的心情无比焦躁 若非神态清明 他早已经被心魔入侵了 李家大哥抚摸着韩诺的头发 对不起 让你久等了 还剧后不久 李家大哥与韩诺就结为了夫妻 十几年时间过去了 两个人双双修炼至化神巅峰 倪仙丈夫妇也双双成为上仙 彭莱弟子的实力 全都高出以往近一倍 整个彭莱的实力 让所有门派忌惮 隐约取代了长流的尊位 强大的实力 让人不敢招惹彭莱 只有花千古 跑到彭莱 谋取浮沉珠 韩诺早就推测 李家大哥成为了妖神 主动将浮沉珠 交给了花千古 花千古还以为 韩诺是好人 其后就再也没有打过彭莱的主意了 即使花千古变成了妖神 韩诺和李家大哥的实力 秒杀他 将其赶走 韩诺没有去参合剧情 花千古和白子化的结局没有改变 很多事情更没有改变 只有清水 继承了长流掌门的位置 成为最年轻的上仙 狠狠震慑了所有人 包括孟玄老 李家大哥和韩诺 在花千古世界生活了数百年 然后趁着飞升 离开了这个世界 两个人从床上醒来 李家大哥摊开右手 将发散着金色光芒的宝石 递给韩诺 我感觉这一次 我能够回到现在了 韩诺激动无比 我们立刻试试 他跳下床 也将李家大哥拉了下来 扑到瓷缸旁边 金色的宝石 消融在瓷缸中 时空之门浮现 比之以往 时空之门更加进化了 以往 时空之门看起来 就像一扇玉石做的普通石门 而如今 石门上出现金线 捐刻出的复杂花样 给人一种非常玄傲的气息 李家大哥看着韩诺 韩诺给了他一个鼓励的微笑 李家大哥伸出手 缓缓伸向时空之门 手消失了 然后是整个身子 消失在韩诺面前 消失在大周朝 韩诺异常激动 一头扎进时空之门里面 回到现代 然后就被等在那边的 李家大哥给抱住了 诺诺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李家大哥抱着韩诺欢呼 将他的身体往上抛 然后接住 再往上抛 开心得如同一个孩子 韩诺忍耐着李家大哥的幼稚举动 等到李家大哥终于将他放下来 韩诺拍拍李家大哥的胳膊 用饱含感情的身影 轻轻地开口的 亲爱的 欢迎回家 离开现代社会二十多年 李维峰对现代的记忆 却非常深刻 不如此时 却恍如梦中 抚摸着电视冰箱这些电器 李维峰一时竟然忘记了 如何使用了 半天 他才感慨万千地打开电视 看着里面的画面 熟悉又陌生的画面 让李维峰的眼睛湿润了 不过 毕竟心性坚定 很快 他就平静下来 用遥控器 将电视调到中央一套 正好 此刻是早间新闻的时间 李维峰兴致勃勃勃地看了起来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